杨幂与王欧曾经的斗争有多激烈 2016年11月9日 卓尾曝光了刘凯威深夜到访王欧房间 待了整整四个小时才离开的视频 电戒之后连续两天 刘凯威每日都在王欧房间停留三个小时之久 随着视频的快速传播 杨幂成为了众人围堵的对象 刘凯威与王欧陷入一片骂声 面对质疑刘凯威表示 自己只是在和王欧讨论剧本 可在卓尾曝光的视频中 深夜二人房间的灯都没有打开 网友们纷纷调侃 原来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是在一起看夜光剧本 而王欧则是故作轻松式的发了一条 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的微博 这条表气十足的回应 还一度入围了网友们票选的 十大女星偷情失败的奇葩回应里 为此杨幂刚下飞机 就被大批记者围堵在机场超过三个小时 不过对于丈夫几乎实锤的行为 杨幂竟选择和刘凯威站在一起 杨幂越是为刘凯威说话 网友们就觉得是一种嘲讽 很多人以为杨幂这一次的忍气吞声 彻底败给了王欧的夜光剧本 但杨幂之所以会选择暗兵不动 完全是因为当时公司深陷对赌协议 不能有一人出问题 他必须忍着 等到对赌协议胜利的那一刻 他便没有一丝犹豫的选择离婚 2018年12月22日 杨幂结束了与刘凯威的一切 正式官宣离婚 然而他与王欧之间的斗争 却才刚刚开始 王欧在为自己新剧宣传时 翻牌子回复了一位名叫 杨幂诈捐的网友 劝您把名改改 表面上是在维护杨幂 实则是一波赤裸裸的挑衅 没人不知道他与杨幂之间 曾经存在着什么关系 已经没有任何束缚的杨幂 自然不会忍其吞声 不过高情商告诉杨幂 绝对不能像王欧一样 绿茶的这么低级 于是杨幂代言的一款产品 举行了一次网络抽奖活动 而官博抽中的粉丝 正是一位名叫 王欧偷人的网友 无数网友感叹真是 高手过招 招招之命 不管是不是杨幂 主办方商量好的 这波操作也算是以牙欢牙 那么杨幂为什么敢这么横 我觉得你去网上翻我的黑历史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 最不去黑历史的女明星 自杨幂出道以来 就一直周旋在各种斗争之中 因为身材太好 冯少峰每次在活动中 偷看都会被记者拍个正照 就连陈小春都没想到 自己积攒多年的好名声 差点毁在了杨幂手上 在电影《孤岛惊魂》的发布会上 刚刚新婚不久的陈小春 被多次拍到 眼神时不时的落在杨幂身前 也正是此时杨幂突然飞来横祸 深陷不雅视频风波之中 在这段不雅视频中 无论是从样貌还是生陷 都与杨幂颇伪相似 一夜之间杨幂因为这段视频 险些身败名裂 就在这时 一向怼天怼地的王思聪 站出来发文 声称作为一个 看了九遍才善的权威人士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这不是大秘密 而此次乌龙事件的真相 也随着杨幂的报警浮出水面 如同你我所见 一颗痣证明了杨幂的清白 视频中 女主角并非杨幂 受尽非议的杨幂 并没有被内娱的黑暗所击倒 想法 她早已擅长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方式 丈夫出轨 又遭不雅视频抹黑 伊丽竟曾在访谈中问过杨幂 有没有考虑过退出娱乐圈 可杨幂则霸气外露地回答 我凭什么退 2015年产后 刚一复出的杨幂 就与自己命运进行了一场赌注 为了逃脱资本 为了翻身做主人 她与上市签订了对赌协议 三年内赚到净利润三个亿 如果输了 不光要赔偿这三个亿 还要再额外加15%的利息 那三年杨幂拍完了12部影视剧 三部电影外占7个综艺 大言与杂志封面更是接到数不清 最终杨幂大获全胜 长额完整 野心和现实的独大都在告诉杨幂 她必须成为自己的老板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在无数的谩骂声中 给自己更多选择的机会 节目中有人问她 会不会把前人当做人脉 杨幂毫不犹豫的回答 我才是那个人脉 没人知道她这一路走来有多么艰辛 才能有今天说话的底气 与其说她狠 不如说她是少有的人间情形